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恭喜你 這個男生很漂亮 iPhone太平洋籃終於到手 投箱哥拿著手機 手還在抖 用6S就可以折地9300 就是非常滿意 而且我覺得很有質感 向眾舊換新優惠漏夜排隊 另一家電信 門市外頭更誇張 上百人排到底再回轉 投箱更是上週六就報到 但往年投箱裡多送一支 今年卻取消了 當然是覺得可惜啊 本來以為這個外套夠貨啦 結果到晚上還是不夠保暖 很冷 被託行動電源排隊抗戰 衝著iPhone第一支5G手機 實測看看5G網速 下載1481MB 上傳157MB 平均來說比4G快3到4倍 還有超廣角功能 和上一代對比一下 舊款右上角大樓邊角彎曲 新手機比較沒有變形 它燈幾乎是暗的 夜間的 這是夜間人像模式 你看它的邊邊角角都 修得非常漂亮 我們將最重要的主板拆出來 還有人把那一裝拆了 證實先前傳聞 iPhone12用的就是高通 X55的5G晶片 各電信業者預期 新iPhone能拉抬5G門號 升半量 保守估計至少兩成以上 更有業者透露 新機預購量是iPhone11的3.5倍 開賣18分鐘就貼上售碗貼紙 因為疫情影響供貨 國粉想搶人氣新色 還得耐心等 在這期我領導先生說明 SR組 台北報導 這期我 放在這期我 放在這期